再補充一個部分 我在雲端白板上面 有放了一個 基本語法的結構控制 格式化部分 它稍微複雜一點 有點像是Excel裡面 輸入資料之後 你要把它格式化到 小數點第幾位 所以底下這邊有一個叫 Python的字串格式化 比如說你輸入 到資料到Excel 比如說一堆的小數點 你只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那你可能就是要 減少小數點 增加小數點 Excel裡面有固定按鈕 但是在Python裡面沒有按鈕 你要自己下語法 那它的格式化基本上有兩種 一種是加什麼 加那個person 加person的話 我在格式化 就是有一個person的關鍵字裡面 它可以幫我做格式化 format的話 就是在字串後面加一個format的函數 那它就可以幫我們做格式化 有這麼多方法 那其實就是要把這些方法 拿來用在剛剛的問題上面 取得最後的結果 那當然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稍微看一下 後面如果說我們把那個 我們的題目講完之後 然後我就會再稍微帶一下 如果你對於這種考試有興趣的話 當然不見得一定要 就是 如果可以的話 考到這個正在還不錯 如果不是你就把它當練功題 也還OK啦 反正至少多一些題目 給自己一些動動腦筋的機會 那接下來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 所以這邊注意 我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基本語法 與那個結構控制這個單元的最下面 會有這些說明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先做 那我們後面呢 再陸陸續續跟各位做說明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 接下來看那個BMI的這個練習 BMI各位應該都知道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 去做一個BMI的練習 當然第一個啦 BMI如果 假設我不知道那個邏輯的話 你可以 在Google 輸入BMI 它會告訴你什麼呢 其實第一個 第二個這邊一堆啦 你就找第一個 BMI值的計算器 那其實這邊就有類似的 我只是把這個邏輯 改成 我們的Python裡面用的邏輯 如果說我今天的第一個 我們會希望什麼 輸入它這邊有個身高 CM 體重 OK 那輸入完之後呢 BMI出現 那出現之後的話呢 當然它還有一些邏輯判斷 比如說BMI輸出之後 我希望知道說我到底是 比如說範圍 假如說過輕的話 是這個範圍 正常 是這個範圍 那還有 1 2 3 4 過胖的話呢 當然會有四種過胖的值啦 所以加起來總共會有六個邏輯 這個就更複雜 所以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把這個 現在看到的這個程式邏輯 把它轉成Python的話 那該怎麼做 基本上呢 我們大概第一步 一樣是在 我們的那個 Eclipse裡面 先開一個新的module OK 你就不用建專案 module名稱的話 我叫BMI好了 那我大概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這邊有 已經寫好的程式 大概長這樣了 不過後面還可能需要做一些修改 那我就把這邊大概 來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呢 好了 假如說已經把這個邏輯做完了 並且輸入 那輸入的話 當然它有一個input 比如說今天請輸入體重 OK 體重 好假設啦 我隨便輸入一個 70公斤 身高的話呢 175 Enter會怎麼樣呢 看起來是還蠻完美的 Enter 標準 對不對 不過這是理想 理想 那當然不是一定輸入正確的 那只是說呢 我希望假設啦 它這邊會有個邏輯派 那我這邊輸出只有標準 好像還不夠喔 所以我最後希望怎麼樣 輸入的結果可以把BMI值也帶出來 然後並且怎麼樣 換行評語是什麼 幫我把它顯示在這裡 該怎麼做 那當然這裡的話 第一個 我們就需要給它 兩個輸入的值 這個跟這個 所以呢 這個輸入部分的話 我剛剛有提過 你可以用input 但input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它input一定是一個自串 那你還必須要把它轉型 所以呢 特別注意呢 那個先輸入身高 輸入體重 那把它轉型 轉型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它身高 假如是 比如它可能有六 身高是174.9 好了 它可能有.9 那所以如果有這種小數點的話 特別注意你轉型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直接用int 因為如果你用int轉型的話 它變成把.9給去掉了 所以你這個地方可能要用float轉型 OK 所以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把那個bmi邏輯稍微注意 待會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做那個 就是程式的撰寫 整個流程 不過你會發現幾個問題 可能要注意一下 請輸入體重好了 假設我今天丟給一個變數叫w 然後呢 不過特別注意input 我前面講過它這個文字 文字是前後刷引號 所以假設輸入70 它基本上的話呢 它是一個那個 就是 它的狀態的話一定是 自竄 所以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 把那個自竄變成一個 一個數字 那數字裡面如果有小數點的話 也大概有兩個方法 要不然你就用float 你可以在這邊前面加一個float OK float的意思是說呢 幫我轉換成那個小數點 OK 就是說呢 如果有小數點的話 它會幫你保留 比如它體重 假設是輸入那個69.9 如果你用int 前面我們是教各位用int 如果你用int的話 那它可能就是會變成69 點9就不見了 那如果點9要存在的話 那你就記得用那個float 或者是 你可以用另外的函數 我剛剛講的eValue 這個也可以 那eValue到底一樣啦 就是把那個自竄符號拿掉 一樣會留下來 所以兩個方法你都可以試試看 我們也許先試試看用float 那第二個的話呢 所以輸入進來 它就變成一個float 所以啊 W裡面呢 我剛剛講過 它第一次負值的時候是float 所以W裡面就是一個float的 一個資料形態 就是浮點的 裡面有小數點 那H的話就升高 所以一樣的方法 我們一樣在 升高輸入的時候的話 再把它包一個 外面再input 然後把它轉成一個float 浮點的 接下來就算BMI 那BMI的邏輯 那個根據 那個 網路上的敘述是這樣 就是什麼呢 體重 怎麼樣 除以 升高的平方 那特別注意 升高的平方 升高 對不對 請輸入升高 的平方 那平方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是在VBA裡面是這個 向上的這個箭頭符號 這樣 叫做平方 那python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蠻特別的 層層 OK 平方的話 輕力用層層 它就會變成平方 OK 好 那也就是說呢 我把它做完之後的話 它會把結果放在這邊來 但如果說你今天 呃 好像外面喔 我在 參考檔案上面有加那個 外面再包一個float 不過顯然好像這邊應該是不用包了 因為 反正計算完就先丟到那個 BMI應該就OK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計算出BMI的值了 接下來做什麼了 做那個 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喔 我們主要也是參考那個 網路上的這個 這個 所以你其實可以 可以把兩邊大概縮小一遍 然後這樣子 看著這邊有沒有 如果 過輕的話呢 是 小於 18.5 冒號 這個前面都寫 它print過輕 所以這個是過輕的 那如果是正常範圍的話呢 那就是什麼呢 18.5 然後 這個是要大於 大於等於 這個應該是 要 如果它大於等於18.5 而且 剛剛寫過 然後 然後 BMI如果是 那個 小 二十七的話 那算是標準 那以此可以推啦 其他的部分的話呢 過重 然後再來輕度肥胖 中度肥胖 再來重度肥胖 分別呢 把剛剛 其實寫過啦 只是說呢 剛剛只有四重邏輯 現在 增加到六重邏輯 等於是六種結果出現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沒有錯的話 我們就可以拿來試RUN一下 看看好不好OK 那這邊 不過這個地方 還有幾個地方 可能要再增加了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最後 只有顯示 它的標準 最後 評語的部分 但是 BMI沒有幫我把它加進來 所以 也許如果這個地方 RUN OK的話 那接下來 你可以考慮說 把那個 Printer結果 前面再加上 BMI 是多少 然後呢 評語 是什麼 並且 最好是分成兩行 上面一行 是BMI 換行 下一行 就是它的評語 那我們先RUN一下 看到不OK 第一個 假設我這個已經寫完了 然後呢 它底下 執行之後的話呢 會有這個體重部分 體重假如說80公斤 那 身高的話呢 是175 Enter會怎麼樣呢 感覺 過輕 除以一切的問題 那個 公分跟公尺 對 所以還有一個地方 要注意一下 哪個地方你想說 奇怪為什麼 明明80公斤應該已經 怎麼還過輕呢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主要應該是卡在公分 但是它除的時候呢 它是用公尺 但是這個地方 它沒有特別強調 Cm有沒有 這邊是m 這邊有一個m m的平方 m就是公尺 所以記得就是把這個地方 再把它怎麼樣呢 這個地方應該是先 層層 那記得是這邊 要把它怎麼樣 除以 除以 應該是 應該這邊除以 除以 100 因為它要先變成 那個 公尺 有沒有 本來是 1 假設是175 就1.75 然後 的平方 也可以啦 要不就是 對 比較清楚 要不就是說呢 不要在這邊 在這邊 就是input的時候 先把它轉型之後 再除以 1000 不 100 ok 這樣子的話呢 會稍微簡單一些些 如果你直接在這邊計算的話 會多一個邏輯 反而更 更容易出錯 所以呢 這邊的話呢 再加這個地方 那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所以再執行一下 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 假如說身體重80 身高175 Enter 過重了 ok 那還不是 還不是過重太多 如果說我今天 90公斤的 175 Enter 輕度肥胖了 過重跟 肥胖又不太一樣 再上去的話 就是重度了 再來的話呢 就是實在是過 過度了 ok 好 那這邊的話 請各位就是 稍微先試一下 那 當然我會希望說 最後 不要只是出現 什麼 頻語 我希望上面 先出現BMI值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現在把 BMI值放進來的話 它會有個問題 因為它裡面是放 浮點 會有很多小數點 一串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 小數點 取到小數點 第二位就好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要怎麼讓它 比如說我今天啦 假設我現在下面 下面這些先不要 先不要寫 Ctrl加斜線 Ctrl斜線 這個先意思是說 註解喔 那我在底下加一個 把那個什麼呢 BMI print出來喔 你會發現喔 Print BMI結果喔 它這邊一樣 85公斤 175公斤 Enter 我底下先 這些加錢的 加那個 警字號就是不執行喔 所以我先Print BMI 它的結果會是這樣一串 因為它是Float Float 就浮點值 那 可是問題這麼長一串 假設跟這個地方串的話 好像太多了 所以我如果今天想 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怎麼做 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就是 先把上面的公式完成 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又要再加上BMI 並且要把BMI裡面的值 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或者是第一位等等 反正就是說 我要取小數點到某一位數的話 那該怎麼做 至少會有三種方法 那那個 證照考試的題目 其實第一類 主要最重要就是做那個格式化 所以格式化部分的話 如果你這邊可以掌握 那第一類應該會覺得蠻簡單的 那 我來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